10月12日这一天,热泉显得格外热闹,这一天,人气女王认识了Baby的新剧《创业时代如期开播》,2018电影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幕,热门综艺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第二季正式开播。 另外,2018八沙慈善之夜也在这天圆满落寞,一部新剧,一档综艺,良长重要活动军在10月12日这一天举行或者开播,网友自然可以大饱远福。 但从目前网友们的反应来看,10月12日娱乐圈发生的这次大重要事件,但就其热度和话题性而言,最受欢迎的还是迪丽热达《荣当精英女神》这一事件。 昨晚新剧精英女神迪丽热巴身着盛装出现在电视营评上后,很快迪丽热巴手臂,赵丽烨的礼服最好看等话题,便登上了微博热搜,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微光。 但相比第12届精英奖颁奖典礼开幕式所受到的热烈关注,2018《八沙慈善之夜》的开幕式就显得有些冷清,甚至是所在无畏,在缺少了苏麻之位核心人物之后,今年的《八沙慈善之夜》瞬间,就奖定了数个当次。 而尽管本届《八沙慈善之夜》主办方邀请到了蔡徐坤、杨幂、易热千玺、王俊海、关小彤等不少流量明星,但是整体实力和去年比起来相去甚远。 去年的《八沙慈善之夜》因为一个思维之争,曾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,然而今年的《八沙慈善之夜》出了灾红碳环节,关小彤的皮肤白的发光,蔡徐坤在开场时的表演让人眼前一亮之外,其他的便在没有什么特别引人关注的看点。 平平淡淡了无声趣,也难怪活动结束后网友都普遍表示本届《八沙慈善之夜》毫无新意,而就连最后的合影环节,舞台上也仅仅只是占了一排明星。 毫无看点,和去年的庞大阵容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当次,起初很多人都是奔着蔡徐坤、杨幂、王俊海,一样掀起几位流量明星去的, 然而事实上昨晚这几位流量明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点,直播镜头给到这几位流量明星的次数也非常有限。 在这种情况下,精英奖颁奖典礼在话题性和热度方面,全面压制后者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,按理来说,以蔡徐坤现在的旺盛人气,他一个人就可以撑起八沙慈善之夜的所有看点。 但事实上除了开场蔡徐坤在舞台上的表演让人眼前一亮之外,剩下的环节中就真真切切地没有了什么看点,而直到八沙慈善之夜圆满落幕,蔡徐坤都没有登上微博热搜,反而是关小通因为在红毯环节中的表现太过亮眼登上了微博热搜,缺少了苏毛的八沙慈善之夜已经变得所沾无味。 对,如此可以说本届八沙慈善之夜是失败的,因为它确实没有什么看点,但也可以说本届八沙慈善之夜是成功的,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慈善活动,无需划众取仇。 你们觉得呢?推荐蓝小昌更多原创内容,期待,本周五将有一场重要活动,一道全新综艺,一部新剧正式开播,原创数文公众号蓝小昌。 。